大家好,上一排就不斷放一些YouTube的影片上去 YouTube的影片都是一些很複雜的微積分的数学 最主要是给一些爱好数学的朋友去看我的YouTube 今次的YouTube就轻松很多 就是说广东话,就是我们广东人的结后语 其实结后语是什么呢? 结后语是我们广东人的智慧 我们讲前面一句说话 然后你猜一下后面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结后语 我选了三个 一个叫做阿谋整饼 另一个就是半夜吃黄瓜 第三个就是白糖炒苦瓜 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我选择就是白糖炒苦瓜 你看到这个图里面有白糖和苦瓜 我们就希望用白糖去炒苦瓜 究竟白糖炒苦瓜是否我们广东人的菜式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没吃过 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 就告诉我究竟白糖炒苦瓜是什么味 我们广东人就很厉害煮菜 当我们煮菜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煮一些苦劫味的东西 例如苦瓜 或者一些辣味的东西等等 味道比较浓的东西 我们炒苦瓜的时候 很多时候炒起来就很苦劫 很苦劫 我们有什么方法令到它没那么苦劫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加一些甜味 其中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加一些白糖 你看到有人炒苦瓜的时候 就算是苦瓜炒蛋 我们也是炒苦瓜的时候 是加一些糖的 把苦劫味拿走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蛋下去 那就是苦瓜炒蛋 很好吃了 让大家猜猜 究竟白糖炒苦瓜的结后语 又是什么呢? 白糖就是甜的 苦瓜就是苦的 结后语就是同甘共苦 有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会用这个结后语呢? 譬如我们形容一对恩爱的老夫妻 她们非常恩爱的 大半生经历了很多苦劫 例如战乱 饥饿 等等的苦劫 接着后半生就很完美 不要说很有钱 有些钱 有些钱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一起享受生活 金味就有 苦味也有 所以就叫做同甘共苦 那我们不会直接说的 广东人就很奇怪 我们就会说 那对夫妇真是白糖炒苦瓜 那就可以同甘共苦 那说回 揭后语呢 我们广东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明明苦瓜和白糖是食材的一种 我们去做食物而已 但是做食物之余 我们利用这个做食物 去反映我们现实里面 某些生活的情况 我们就形成了后面的 揭后语 其实炒苦瓜 你想去不结味呢 有些人就跟我说 你就可以 预先用盐 醃了苦瓜 醃的时候 大概醃了五分钟 十分钟 让那些盐 吸走苦瓜里面的苦水 不用去吐苦水 吸走苦水 吸走苦水之后 就是洗干净 洗走盐 然后苦瓜里面的洁味 就会减少了 这个方法都可以的 我都试过都挺好吃的 苦瓜用来炒蛋 或者炒其他东西 都是绝对没问题 好了 我们讲完第一个结合语之后 我们去第二个结合语 阿茂整饼 接下来我们讲的 就是阿茂整饼 阿茂整饼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结合语 后面那句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 没有那样整那样 但是为什么没有那样整那样 跟阿茂整饼 又有什么的联系呢 其中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很久之前 在广州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整饼师傅 这个整饼师傅 其实是一个点心师傅 根本就不是整月饼 而是整其他饼 但是因为店铺的生意不好 就坐在那里很无聊 当他无聊的时候 他就走去厨房那里 就拿起一些模具 去整饼 其实跟他的生意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的生意 只是买点心 他整饼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人就说 没有那样就整那样 但是这个说法 其实我不是很惹的 因为这个说法 其实很硬 大家都听到 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好像通一点 那个说法就是说 整饼师傅的时候 有些模具 就不同 这个图里面 大家看到是整饼师傅 整饼师傅 有没有师傅叫阿茂 我就不清楚 整饼师傅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模具 但是整饼师傅 我们更加需要那些模具 在广东人去做月饼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模 那个模 就是压一些粉 然后把月饼炖出来 我们称为压模 用压模来做饼 这一个就是说 压模做饼 模那样就做那样 我们慢慢演变的时候 压模就变成阿茂 模那样做那样 就变成 模那样做那样 那就说 阿茂做饼 模那样做那样 我们会用压模做饼 去形容一些事物呢 例如有一个地方的政治人物 我没有说哪个地方 政治人物是非常不看书民情的 他又推出了一些政策 而这些政策 往往都是勞民商财的 浪费公帑的 这些市民就在批评 这个政治人物 就说他是压模做饼 没有那样做那样多饼 浪费市民的钱 听完两个揭口语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 广东人真是很有创意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 晚上吃黄瓜 下一个揭口语 就是半夜吃黄瓜 其实是半夜吃青瓜 现在说起黄瓜 大家知道 现在说起黄瓜 原来我们香港的 广东人 叫青瓜 都叫做黄瓜 就是这种青瓜 我们也叫做黄瓜 真正的黄瓜 来煲汤 这个 我们就叫做老黄瓜 所以我们说的 半夜吃黄瓜 其实是半夜吃青瓜 其实没有所谓 就是青瓜和黄瓜 这句缺口语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你看到现在 是后面有一个夜景 半夜三更 你会不会 是拿着三板 然后装着黄瓜 撑到海中间 然后吃黄瓜 那滋味会是怎样呢 我就不知道 因为也没有人那么傻 半夜三更 撑着船出去海中间吃黄瓜 但是 这句缺口语的意思 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一下 晚上黑半夜三更 现在这么好月亮 就说 如果没有月亮 就黑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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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那两个人在聊天 聊得好地 第三个人是加把口 那些叫答爹 答爹就跟你说 不是这样的 那两个人就说 你知道什么 不知道头不知道尾 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半夜吃黄瓜 所以半夜吃黄瓜的揭头语 就是不知道头不知道尾 当然 广东话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不知道头不知道尾 而这句揭后语呢 就到现在来说 香港就应该比较少人用了 而且揭后语呢 就越来越少 新一代的年轻人 懂得说 或者懂得听的了 好了 大家听了三个揭后语 是不是觉得 广东话的揭后语 非常之正呢 那今次的video 我就暂时录到这里 如果大家是喜欢我的video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听多些广东话 和学多些不同其他科目的知识 多谢大家 Adiu Astarapista